5月23日下午,南宁市市长侯刚在发布会现场鞠躬致歉道 由于政府管理工作做得不到位,深感不安和自责,立即边检查边整改 市长亲自道歉,到底所为何事? 最近这段时间,在国内火出圈的城市,除了资博,或许就是网友口中的惠博士了 而这个新近网红惠博士,其实指的是广西南宁 在南宁,全市三万多个收费停车位,基本都被惠博一家企业垄断,进行管理和收费 甚至可以说,这家公司,已经把整座城市,变成了自己的停车场 也难怪网友,把南宁调侃成了惠博士 更关键的是,这个停车场,因为收费偏高,以及魔幻的操作 被一件极大的南宁人,刷上了热搜 具体有多离谱呢?我们不妨欣赏一下,他在停车收费上的几大创举 第一,就地取材,随地划线,无本套利 在停车费偏高的区域停上一天,费用就接近百元 然而,这还只是小意思,让南宁人更生气的,还有乱规划的车位 有媒体报道,部分南宁小区的路边车位,原本是免费的 但现在,却被划成了,惠博的收费车位 还有一些公园体育场,原本公益性质的停车位,现在也要收费 更为夸张的是,在飞机动车道划条线,只给电动单车留下巴掌宽的位置 只为增加收费停车位,随意扩大范围划地圈前,也还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网友的反馈,惠博停车,还出现了很多乱收费的情况 例如,根据南宁的道路收费标准,即使是最昂贵的一类区域,超过免费时段几分钟,也只收1.5元 但这个智慧收费系统,却能直接收取5元 甚至没停在停车位里,最先收到的,可能不是交紧的贴条,而是惠博的账单 第二,采用15分钟收费周期,精细化管理 当大多数城市,停车都是前半小时免费时 惠博已将计量单位细化到了15分钟,并进行阶梯式收费 这种精细化程度,可能四大一线都要自愧不如 接下来是第三个创举,肆意拓展停车收费项目 将自行车电单车,和各种非机动车,都纳入收费范围 自行车一次5毛,过夜1块,电单车1元,过夜2元 如果嫌贵,也可以买月票,自行车20,电单车50 第四个创举,与法院通力合作,追缴停车款 2021年9月,惠博停车发文喊话,要让欠费车辆尽快交钱 从图片来看,停车费欠缴过万的众多 其中一辆欠费高达63,990.5元 为了追缴欠费,惠博甚至与南宁清秀区法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美其名曰,联动机制,这意味着,该法院给惠博开启了绿色通道 让诉讼优先受理,并立案执行 惠博甚至表示,如果车主不及时缴纳停车费 不仅会收取质纳金,还会被纳入信用管理 总而言之,正是这些匪夷所赐的创新之举 让当地人实在忍无可忍 在舆论大爆发之下,最终南宁市长鞠躬道歉 有错就认,立马整改,态度不可说不好 可惜,鞠躬道歉,并没有用 因为停车费背后的问题,依然没有真正解决 很多人以为,这家公司,之所以下手这么狠 是因为资本作恶,是资本承包经营权后的追逐暴力 也有人信誓淡淡地表示,这里面,肯定存在官商勾结 但其实,这些说法,根本就是虚空打靶 因为惠博停车,并不是什么胆大包天的资本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于2017年12月成立 股权穿透,其背后,正是南宁国资委 如果继续查看,就会发现,这个惠博公司 去年还亏损了,1208万 明明垄断了当地的停车位,收费手段都玩出了花 为什么企业利润,确实负的 按逻辑来说,那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支出确实很大 人吃马胃,加上各种停车设备,外包成本 收取的停车费,根本不够覆盖 第二种是,故意把利润作付,这一种也很常见 企业利润越高,交的税就越多,特别是所得税 那有的企业,自然会想方设法,让利润看上去没那么多 比如买豪车抵税,吃个饭也要攒发票,用于抵扣 路子野的,直接和税务勾兑 毕竟,连法院都能跟他签合作备忘 当地税务部门,自然也不在话下 当然,更有可能的是,他有大量债务和利息支出 导致利润亏损 汇博这种,收停车费的公司,都是现金奶牛 反过来说,银行等金融机构 最喜欢这种,有真实现金流的企业 而地方财政缺钱的时候,也会首选这种企业去融资 足额的收费权质押,对银行来说,是非常好的增信措施 一旦深背几十亿的债务,那么每年光是利息,可能就会让企业利润为负 但问题是,南宁财政是否缺钱呢? 根据南宁财政局的数据,南宁政府信基金收入 在2020年达到639亿的高峰后,2021年降至548亿元 到2022年更是腰斩至234亿元 但财政支出并没有因为收入的腰斩而改变 相反,由于疫情原因,开支还在进一步加大 此前,南宁发布的预算报告就曾指出 当地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部分县区三保支出压力较大 财政运行风险,不容忽视 在开支和债务压力之下,地方一定有,也必须有开源的冲动 而最简单也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拍卖资产,抵押借债 根据媒体的调查,去年7月,惠博向工行和交行进行应收账款质押 将未来25.5年的停车收益,向银行质押 其评估经营权价值,能去到72亿之多 至于贷款金额,没有披露 但参考其他城市,质押停车收益权的贷款额度 大概在质押财产的6至7成之间,就按6成计算 那么南宁这次,最少也能拿到43亿 而按照较低的43亿计算,惠博每年,就算不计利息 仅仅是偿还本金,就要1.7亿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惠博的收入并没有这么高 在股权变更前,惠博停车是南宁交投集团的二级子公司 根据南宁交投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 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3年03个月期间 其管理运营的停车博位,及公共停车场停车收费 收入共计2.06亿元 计算一下就能发现,前几年惠博年均收入 大概在6300万这个量级浮动 而维持这一收入水平,就算过上25.5年 惠博总共也就16亿的收入水平 这样的收入水平,凭什么能报到72亿的规模呢? 而且,每年1.7亿的贷款本金 那么它的收入,起码得膨胀2.7倍,才能还上 看清楚了这些,就不难理解 为何惠博对于收费,有着如此扭曲的执念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问题,急待这座城市做出回应 要知道,停车费在大部分城市,也都作为非税收入 应当内入管理,无论收支,都应该有迹可循 但有媒体发现,在南宁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中 并没有这个收费项目 除了不公开不透明之外,更让人们害怕的是 这种模式极为粗暴,不需要向公众征询 只要化地收费,还能让基层法院为其提供便利 跟银行带出大量资金 这么多部门牵涉其中,必然是地方监管的失灵 监管的缺位,这个才是最令人担心的地方 如今扒出了一个南宁,但或许 还有更多的南宁没有浮出水面 疫情三年,很多地方财政紧张 不得不想办法开源,于是掀起了盘活存量资产的大墓 寻找各种能够替代土地的新地皮 按照历史经验,地方政府可以多取到盘活各类资产 作为有效的筹资手段,转让拍卖各种经营权,就是其中一种 事实上,如果多留心就会发现,这段时间,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例如四川浪中,拍卖起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学校,未来30年的食堂食材配送特许经营权 乐山以17亿的价格,拍卖乐山大佛景区,摆摊观光车,30年的经营权 河北湘河县,四川十方市,重庆南川区等地 出让区域范围内的,停车位特许经营权,时长达28至30年 还有是家庄,一边喊着推动城市资源价值发现 一边以1.89一天价,拍出了10万辆共享单车,三年的特许经营权 这是因为,地方在巨额的债务之下,得找钱填上最先着火的窟窿 至于具体通过什么方式去填,你永远可以相信他们的智慧与决心 但说来说去,很多都不过是,拆通补息的把戏 今天停车费,可以向下调整,那么明天的垃圾处理费,可能就要多收一点了 又或者,对商户的检查,再频繁一些 某些群体的工资,也可以先缓一缓 某基金里的钱,也先挪出来垫一下 但最终的代价,很可能都会转嫁到市民身上 所以,南宁市长这边在发布会上道歉 转头还得开会找新的路子,来解决真正的问题 此时,可能心里还会有点小委屈 毕竟,这个坑,可不只是一任市长挖的 也不只是,一座城市需要填窟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